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早 就来关注我们这一期的话题 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公司 其实发展是得益于 最早的台湾漫画 像郝尔祥老师 当时能够到大陆来支持 这种这个漫画的发展 那发展到今天呢 其实这个我们台湾也好 大陆这边也好 风格都这个发展都很快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动漫 这个受欢迎程度不断的上涨 所以我们期望 最期望的是能够两岸携手 把这个我们的国漫 做得更大更强 走向世界 能够这个争取排名第一 这就是我们的梦想 洛克斯 姜老师 因为这次来的时候 也参与到了画画的过程了 就发现我们公司的那些画者 真的很辛苦 也看到了现在很多新的创作者 他们的画风都有跟中华文化有关 像刚才我提到艺人之下 像一些魔道祖师 他们都是跟中华文化的一些 我们的一些传说 或一些传统故事是有连结的 所以学习到真的很多 而且这些创作者也是很有正能量的 但是虽然是在讲历史故事 但是一定要结合当今 真的发生人们的一些感兴趣话题 比如拿着那个 他就讲很多小孩教育 父一子之间的感情关系 就是现实版的家庭关系 所以其实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 就是说可能之前很多人 可能都是以为这个漫画 或者说动画是给小孩子看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并不是的 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能给大家来传递 其实更多的正能量 然后告诉我们 包括做人做事 还有为人处置的一些道理 我觉得用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的确是非常的好